花椒娃娃 作者安房侄子 翻译彭义 花椒娃娃住在花椒树里 虽说穿着绿色的粗布和服 光着脚丫 头发又是乱蓬蓬的 但却是一个非常可爱的女孩子 那棵花椒树长在一个贫苦农民的田当中 这树也太碍事了 砍了吧 贫苦农民说 是啊 要是没有这棵树 还可以再多种一点青菜呢 贫苦农民的妻子回答道 可是娘 要是把树给砍了 那不就吃不到凉拌嫩芽了吗 说这话的 是他们那个叫灵菜的女儿 就是就是 妻子点了点头 那实在是太好吃了呀 是啊 花椒的新叶会给春天的菜 添上一股特别好闻的香味 不过 灵菜其实并不是真的想吃凉拌嫩芽 才说这话的 她是怕砍了树 花椒娃娃就死了 花椒树下面 紫木须铺成了一片小小的地毯 那里 就是灵菜游戏的地方 灵菜总是铺上一块占了线的草席 把空瓶子 空灌的盒 缺了口的盘子排列在一起 玩过家家的游戏 游戏的伙伴是茶店的三太郎 这个男孩子不是欢天喜地地当灵菜的客人 就是当爸爸 有时还会玩上一整天 花椒的心叶一割到了白色的盘子上 就变成了美丽的鱼 就变成了香气扑鼻的绿色的米饭 可是就没有别的菜吗 总是叶子也太没意思了 一天 灵菜换了换短发这样说道 然后他就凑到了三太郎的耳朵边上 悄悄地耳语道 喂 菠菜怎么样 两个人的四周就是菠菜田 三太郎的眼珠子滴溜溜地转了一圈 身边那深绿色的锯齿形的叶子在风中摇晃着 要是把它剁碎了 配上蒲公英煎鸡蛋 那可是一道相当漂亮的菜啊 三太郎点了点头 拔一片吧 灵菜捅了三太郎一下 可是 你爹不会发火吗 没事 这会儿他正背对着我们呢 灵菜的爸爸正在一个稍远的地方 背对着他们在干活 快快 灵菜催促道 于是 三太郎就伸出手去拔了一片 想不到 竟拔出来一整颗 灵菜把它接了过来 放到了一块小小的切菜板的边上 干什么 这时 传来了吓人的吼声 灵菜的爸爸转过脸来 一张脸可怕得要命 逃呀 三太郎叫道 两人搜得一蹿而起 像兔子似的跑了起来 窄窄的田间小道上 两个人排成一列 啪哒啪哒不停地跑着 不一会儿 就跑到了巴士站前头一个小小的茶店 那儿 三太郎的妈妈把和服的长袖 用袋子系到了身后 正在起劲地做丸子 哎呀 哎呀 两个人怪声怪气地叫着 一坐到茶店的椅子上 就一边呼吱呼吱地喘着气 一边吃起刚出锅的田丸子来了 再说那边目送着两个人的背影 渐渐远去的灵菜爸爸 说了声 这两个孩子 正要接着干活 从不可能有人的花椒树下 传来了一阵嘻嘻嘻的声音 猛一回头 天呀 花椒娃娃正一个人端端正正地坐在草席上 在剁菠菜那红色的根 哎 灵菜爸爸眨巴着眼睛 你是谁呀 花椒娃娃冲他吐出了红舌头 花椒娃娃喜欢小布袋 所以 灵菜玩小布袋的时候 他总是在树上看着 一个人没意思 两个人一起去吧 望不到头的马兰头和蒲公英 妹妹喜欢的紫罗兰花 油菜花开了温柔的蝴蝶 九是米店 十是打招呼 灵菜唱了一遍又一遍 一共只有五个小布袋 可到了灵菜那两只小手里 看上去就像是有十个二十个似的 花椒娃娃觉得好玩极了 阳光下 灵菜鼓起圆圆的小脸蛋 入迷的扔着小布袋 一个人没意思 两个人一起去吧 望不到头的马兰头和蒲公英 可是明明没刮风 灵菜的小布袋不知为什么 突然七零八落地散了一地 而且掉到草芹上的小布袋 只有四个 怎么数也是少了一个 灵菜朝四周看去 刮在树上了吧 他抬头朝花椒树上看去 和树上只有小小的心叶 闪着晶莹的光 这样的事发生了好几次 真拿你这孩子没办法 缝几个你丢几个 妈妈嘟囊归嘟囊 还是又给他缝了新的小布袋 小布袋是用各种各样的碎布 拼成的 里头装了一小把小豆 这回可要当心啊 被这么一说 灵菜顿时就又无精大采了 他琢磨开了 怎么会没了呢 他就是做梦 也想不到是花椒娃娃干的呀 黄昏 花椒娃娃坐在一个人也没有的 菠菜田的正当中 沐浴着红色的夕阳 五颜六色的小布袋上下飞舞 一个人没意思 两个人一起去吧 望不到头的马兰头和蒲公英 妹妹喜欢的紫罗兰花 油菜花开了温柔的蝴蝶 九是米店 十是打招呼 这歌声与灵菜的像极了 还有那抛接小布袋的手的动作 也和灵菜的一模一样 一天偷一个 花椒娃娃已经有十个二十个小布袋了 花椒娃娃把它们都小心地藏到了一个秘密的地方 有一天 花椒娃娃到三太郎家的茶店里来了 她坐在细细长长的木椅上叫道 请来一盘丸子 因为这声音太像灵菜了 在里头忙着煮小豆的三太郎妈妈 就对三太郎说道 灵菜来吃丸子了 你给它端过去 诶 真的吗 三太郎蹦了起来 它成了满满一盘子丸子 欢欣雀悦地冲进了店里 欢迎 可笑嘻嘻的三太郎抬头一看 只见一个小小的女孩 穿着绿色的和服 一本正经地坐在那里 你是谁呀 三太郎愣住了 他问 想不到 花椒娃娃冲他鞠了一个躬 于是三太郎就想 哦 是邻村的孩子吧 一定是坐巴士来的 妈妈去办事了 让他等在这里 这种事常有的呀 三太郎笑了 把盘子小心地放到了女孩子的面前 想不到 花椒娃娃又冲他鞠了一个躬 就香甜地吃了起来 可是 三太郎的目光稍稍离开那么一会儿 这个怪怪的客人就从店里消失了 吃得干干净净的盘子上面 落着小小的绿树叶 第二天 三太郎对林菜说了这件事 哎呀 那肯定是花椒娃娃 林菜说 花椒娃娃常常这样恶作剧 三太郎 你被骗嘴吃了 哈哈 林菜笑弯了腰 三太郎有点不开心 你那么说 可是林菜 你见过花椒娃娃吗 林菜摇了摇头 这不得了 连见都没见过 你怎么知道 你说 花椒娃娃穿着绿核服 哈哈 那是我瞎说的 花椒娃娃是一股绿色的烟雾 它怎么会打扮成人的样子 两个人这样说了好久好久 日子慢吞吞地过去了 山也好 田也好 还是过去那个老样子 可是 孩子们却长大了 三太郎林菜也长成了大人 三太郎长成了一个俊小伙 林菜长成了一个漂亮的大姑娘 于是村人们就想开了 林菜早晚是要成为茶店的媳妇了 再说那个花椒娃娃 她也长成一个大人了 个子一天天长高 绿色的和服一天天短了起来 到了完全长成大人的那一天 人眼突然就看不见她的身子了 这是因为树精一长成大人 身子就变得完全透明了 花椒娃娃变成了淡绿色的光 可是花椒娃娃还没有发现自己的变化 以为自己还是个女孩子的样子 什么地方都能去呢 就连成为了大人这件事 她也不是很明白 我又想吃丸子了 其实是花椒娃娃有点喜欢上茶店的三太郎了 想成为朋友啊 送点什么礼物好呢 春天一个烟矮弥漫的黄昏 花椒娃娃哼了起来 一个人没意思 两个人一起去吧 望不到头的马兰头和蒲公英 这样有一天 一辆巴士停在了茶店前面 从车上下来一个陌生的大婶 这个和服外面照了一件黑色外挂 手上拎着一个塑料手提包的大婶 毫无顾忌地走进茶店 打听起林蔡的家来了 三太郎朝碧绿的麦田对面一指 那里露出草房子的一个间 从没见过这个人 谁呢 瞅着她背后的身影 茶店里的客人敲声说道 管她呢 三太郎没有好气地回答道 不过她有点明白过来了 那个大婶 大概是来给林蔡说媒的媒婆吧 她早就知道 这是迟早会发生的 后面的几天里 三太郎又看见了那个大婶下了巴士 匆匆忙忙地去了林蔡家好几次 每看见一次 三太郎的心头就会欲沉 充满了悲哀 渐渐地 林蔡不再来茶店了 即使是在路上碰到了 也会突然低下头 林蔡要嫁人喽 是邻村的一个大富豪 是一个光谷仓 就有二十座的大户人家呀 不得了啊 那姑娘是个美人吗 不知不觉的 这样的传闻就在村子里流传开了 三太郎用两手捂住耳朵 呆呆地瞅着远山 林蔡这回要变成一个有钱人了 与此相反 三太郎家却一天比一天贫穷下来了 母亲的身体急剧衰弱 自从三太郎接手插电以来 就没有一件事是顺利的 边上又开出了一家新店 客人都被抢了过去 一场暴风雨把屋顶也给刮走了 加上三太郎又不会做生意 这一阵子 连做丸子用的小豆也买不起了 终于有那么一天 茶店的特产丸子再也不见了 春天 村子被温柔的心叶裹住了 新娘子过来了 新娘子过来了 孩子们欢闹的声音 在村道上回响着 新娘子要骑马去邻村了 马上拴着一个大大的铃铛 他那叮铃叮铃的声音 从老远老远的地方传了过来 新娘子要从茶店前头经过 然后穿过白色的土路 消失在那座发黑的大山后面 三太郎也挤在厚厚的人墙中 目送着新娘子的队伍 新娘子低着头 脸被白面红里的头纱给遮住了 看不大清楚 不过穿着美丽的和服的林菜 就宛如一个偶人 林菜 三太郎悄悄地喊了一声 可是盛庄的新娘子 连看也没朝这边看一眼 他不由得悲伤起来 不知为什么 这队伍就仿佛是 下雨天的月亮的队伍似的 走了过去 远去的铃声 永远地留在了三太郎的耳畔 花椒娃娃在人群中 一直盯着三太郎 三太郎 花椒娃娃叫了好几次 可三太郎光顾着 点起脚尖看新娘子去了 头一次也没回过 唉 轻轻地叹了一口气 花椒娃娃无精打采地回家了 他一点都不知道 别人已经看不见自己的身子了 然后 三太郎也叹了一口气 回茶店了 就是那天晚上的事情 有人咚咚地敲响了茶店的门 谁啊 三太郎问道 三太郎 一个轻轻的声音 三太郎吃了一惊 因为这太像林菜的声音了 现在怎么会 那个女孩已经去了遥远的地方 三太郎又一次竖起了耳朵 三太郎 三太郎 三太郎的手哆嗦着 悄悄地打开了门 迷迷蒙蒙的春风和白色的月光 一起吹了进来 外面一个人也没有 被月光一照 私下里呈现出一种淡淡的 不可思议的绿色 谁啊 三太郎用嘶哑的声音又问了一遍 然后 月光一下子落到了地上 只见脚下搁着一个箱子 他蹲了下来 一看 箱子里头装的竟是一大堆小布袋 五颜六色的小布袋 就像温柔的水果一样 静静地躺在里面 三太郎就那么蹲着 伸手拿起来一个 这布怎么这么眼熟啊 哦 这不是从前林菜和服的花纹吗 三太郎挣住了 再次把头抬了起来 不知是从什么地方 远远地 远远地飘来了林菜那清脆的歌声 不 也许是精神作用吧 一看到这满满一箱子小布袋 三太郎的妈妈眼睛都放光了 啊 这一定是扶神赐给我们的呀 三太郎目瞪口呆地看着妈妈 妈妈拿起一个红色的小布袋 放到了手掌上 瞧吧 这里头一定塞满了小豆 妈妈的脸焕发出一种异样的红光 好了 把它们全都拆开 把小豆倒出来吧 隔了这么些日子 让我们再做一次丸子吧 妈妈把和服的长袖 用袋子系到身后 取来了茧子 不出所料 小布袋里塞码了鲜红的小豆 妈妈煮起小豆来了 三太郎用一把旧的研磨杵 把它们磨碎 许久没有这么快乐地干活了 它们一直干到天亮 有丸子买 白纸黑字贴在了茶店的入口 嘿 好久没有卖过了 去吃一盘子 等巴士的人们走进了店里 没多久 又换成了从巴士上下来的乘客 中午来的是村公所的人 而到了傍晚 则是从田里收工回来的农民 茶店又像从前那样 不 比从前更加兴旺了 而且 最不可思议的是 那小豆不管怎么用就是用不完 这绝对是福神的礼物 茶店老板娘说 兴许是吧 而这时儿子三太郎 正呆呆地眺望着村子尽头的那座大山 五月的雨下了一天都没有停过 这天夜里又有谁来敲门了 三太郎 三太郎 三太郎吃了一惊 就是那天的那个声音 谁 谁啊 咽了一口唾沫 三太郎正要开门 猛地冒出来这样一个念头 这大概是谁在和我恶作剧吧 是狐狸还是狸 要不是他们 就是小鬼或者河童了吧 于是 三太郎就把嘴贴到了门上 突然大声叫道 是谁在用灵菜的声音叫啊 那女孩已经去了遥远的地方呀 听了这话 立在门外的花椒娃娃不由得大吃一惊 用灵菜的声音在叫 我是在用自己的声音在叫呀 我没有模仿灵菜呀 可是 不管她怎么叫 怎么敲 茶店的门就是不开 那么宝贝的小布袋都送给你了 花椒娃娃轻声嘀咕道 花椒娃娃一直蹲在茶店的前面 天亮了 雨停了 私下里变得明亮起来了 花椒娃娃的心像碾碎了的花 不久 被早上的光一照 被雨淋湿了的树木 发出了耀眼的光芒 直到这个时候 花椒娃娃才头一次发现 自己的身子已经完全变成透明的了 为什么 什么时候 因为惊吓过度 花椒娃娃连声音都发不出来了 身子一下子变轻了 她觉得自己随时随地会呼的一下飘起来 这是一种从未有过的感觉 这时 吹过一阵小风 啊 我能乘风而去了 花椒娃娃突然这样想 随后 她就站了起来 敲敲敲了敲脚 只是这样一个动作 花椒娃娃就已经轻轻地乘风飘了起来 风向南方吹去 越过大山 越过一个个村庄 一直向大海吹去 风说 要去很远的地方哟 突中可下不来了哟 你还去吗 嗯 我想走得远远的 花椒娃娃强忍悲伤笑着打道 风点了点头 带着花椒娃娃沙沙地跑远了 后来 花椒娃娃再也没有回来过 林菜家的那棵花椒树 不久就枯死了 这棵树到底还是枯死了 农民说 那不正好吗 先前你不是还嫌她碍事吗 她妻子说 枯死的花椒树被掘了出来 扔到了路边 剩下的是一片碧绿碧绿的菠菜田了 茶店三太郎的妈妈 发现了这棵被扔到一边的树 停住了脚步 哦哟 这不是花椒树吗 我拿一段做一个好东西吧 她连忙反了回去 拿来了锯子 锯下一段带刺的树干 然后又匆匆地回到了茶店 三太郎 我找到好东西了哟 有新的研磨杵了哟 她叫了起来 就这样 花椒树最后变成了一根研磨杵 研磨杵一天又一天地磨着小豆 此外 她还磨芝麻 磨酱 有时 她还被用来代替擀面杖 把揉好的面擀成薄薄的一片 而每当这个时候 研磨杵就会唱起歌来 也许 从研磨底下诞生的这窒息的童谣 是乘风而去的花椒娃娃的遥远的歌声 我现在其实在这边ään 感谢观看